你好 欢迎收看Tnews联播网 我是主播陈湘怡 新闻一开始看到南部水晴构级 高雄市除了实施夜间减压供水 也宣导民众利用地下水来浇灌洗车 减少使用自来水 另外跟建筑工会也协商了 将建筑基地地下水取水点扩增到52处 每天会产生4000多吨刺激水 提供给养工处以及消防局的水车使用 共度缺水危机 高雄市水勤灯号转为黄灯 为了避免浪费自来水 确保民生用水供应充足 市府清查全市深开挖建筑工地 协商52处可以提供刺激用水 并且由工部门带头养工处水车 就近前往取水浇灌公园绿地 今天特别折成这个养工处 优先要来使用 那么消防车也可以优先来使用 这些都是经过检验过后的水 水液的水是说 但你不要跟身体接触 但是你来作为我们的绿地的浇灌 消防用水等等 那么这些把这个网络资料 也非常谢谢工会 都愿意协助 我们已经有52处的工地 经过地下的开挖之后 所产生的水 转工为刺激水的使用 除了养工处消防局水车 率先到全市52处工地取水之外 市府也鼓励民众就近使用 至于取水点会滚动调整 建管处的官网及手机APP 都会随时更新资讯 先到我们建管处的网站 你这个网站里面的最后的一个栏位 你一点进去 它的地图都会出现 今天的这个资料也会全部出现 OK 因为它是滚动了 所以我们会朝向这个目标 让大家很容易的透过手机可以使用 给我们一点时间 建管处很快就把它改成手机版 副市长林青荣表示 刺激水经过卫生局及环保局的检验 安全无余 每天可以产生4000多吨的水 让水资源做有效的利用 另外因应汉象 市府也跟中央合作开凿 50口的深水井 4月中旬将可陆续供水 预计每天再增水源13.2万吨 4月20的时候 这50口井全部可以直接出水 这个时间点我们大家都掌握得住 所以务必能够确保在4月20的话 全部上线 可以产生13.6万吨的水 我们直接再补及我们的这个民生用水 所以这个是我们有把握的 请各位可以确信我们的水利局 都来跟南水局都一起合作 所以这是合作无间 所以这是一起来抗旱 林青荣表示 面对汉象市府多方面开发水源 也请民众节约用水 期待在不影响民众生活的积水措施之下 一起度过30年来最严重的汉象危机